今天早晨6点40分 在南京杨子江大道和河西大街的路口 一名正在清理道路上扎土的女环卫工 被一辆急驰而过的大货车给撞到 伸手重伤 撞人的是一辆排合为苏AA6523的大货车 保险杠部位已经松脱变形 而右侵轮下则压着一根铁锹 据目记者称 事发时女环卫工正在马路中央使用铁锹 清理扎土 女环卫工随后被送往民进医院抢救 经诊断伤势较重 全身大民进卵组织挫伤 但没有生命危险 环卫所负责人也赶到医院后表示 杨子江大道扎土车抛散 滴漏现象严重 不仅大大增加了工人们的工作量 也给环卫工人造成了生命危险 所以说虽然造势的是一辆货车 但间接原因还是跟抛杂几楼有关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